來看 歡迎大家來拍看 阿鼻貓是換落子 她... 對不起,再來一次 不容易的 大家好,歡迎大家去看阿鼻貓山系玩樂志 她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阿鼻貓 還有 奇人55 還有 八婆恩38 我們是女子組合55 38 我是鐵腳Ronald 我們今天看我們的裝束就知道了 我們是組成這個所羅門群組 大家來到秋天 又是時候上山 又是時候可能添置一些新的裝束 今天我們就為大家實測一下這個所羅門的這對新鞋 究竟它的能耐是怎樣 好,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來到這個屯門 這裏下伯泥屬屯門 下伯泥,天水為無天水為負 對,怎樣也好,我們就從夏伯泥出發 經過這個青大石鑑走回屯門的良景 好,我們現在就從這個夏伯泥的小巴總站位置開始出發了 好,Let's go 我們今次青大石鑑之旅就從夏伯泥開始出發 經過村路去到蓮灣路大水坑的青大石鑑入口 之後就逆流而上,經過水閘,去到厄龍潭 繼續沿石鑑移行,沒多久就可以去到四碟潭 穿過四碟潭的一些瀑布之後 很快就可以去到五道水 再經山路走到梁田鑑,之後再下山 以良景村作為終點 今次行程是5.5公里 需時是3.5小時,難度是3.5顆星 好,我們在這個夏伯泥小巴總站下車 出發前,旁邊有士多,旁邊有公廁 大家可以在這裡做一些適當的事情才出發 走到這裡,就有分鎖路口 我們就轉左,往山的方向走 哎呀,好搞笑呀 但它是有線的 是有線的 是有線的 鼻子濕濕 剛才應該是在那裡做的 對,都可以 這條沼路也挺漂亮 很漂亮 先拍照 先拍照 我想先去稱讚索隆門這雙鞋 我覺得甚麼都不要說 不要說它的性能 因為剛剛才開始走 首先,這個款式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很少見到女生的行山鞋 有這種Lude Tone Earth Tone 真的很漂亮 Lude Tone 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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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de Tone 也不是那種鮮色鮮形的爆炸 也不是推爆彩道 也不是只有少少位 它這樣肉色襯黑色 真的很漂亮 不過這條鞋帶就拆了出來 其實人家是很細心的 你試一下 推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可以打開 塞這條帶進去 它有一個小袋 塞在刺膽 你看看是塞頂位 不是塞下面 所以你的鞋舌要拿出來 是塞在這個位置 塞在上面 我的池帶都收回了 而這條位置 好像某些BRA的遮蓋 我不知道 因為我唯一熟悉那個 是鹽君 原來是鹽君嗎 嘩 先這樣喝一喝 我知道的不是那個 原來是阿葵 原來是阿葵 原來是彈 這條鞋真的很漂亮 真的 你有一個山王的金句是什麼 美麗 美麗是短暫的 不過醜陋是永恆的 所以為什麼不選一對漂亮的呢 一定要選一對漂亮的 很多粗木杰的味道 其實在郊外聞到這個味道 不是太反感的 我喜歡一點 在家裡聞到的話 我就不喜歡 我就是 我家常常聞到一些豬屎味 因為我附近家裡有些 珠蘭 我記得有些農場 真的有陶宰場嗎 不是陶宰 不是陶宰 是樣子 不是陶宰 你到底有沒有聽人說話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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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t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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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私人物業 就是有人會反過來走 來到這裡就走出去搭兆巴 這裡有一些美式的拖卡王 是不是旅遊車啊? 嗯...是啊... 它還沒有車 之前有私家車 或者是Pick Up拉它去周圍玩 好像火車這樣 我們從石鼠到馬上變成沙地 是啊...現在沙地拉白了 外面正在整理一個魚塘 這個應該是興建中的... 或是整理中的一個魚塘 挺漂亮的 咦?有女士最愛的 什麼? 木瓜 還有為什麼台灣人的身體質素 我經常覺得真的跟香港人一樣 因為他們的飲食習慣 對於那些波伯奶茶 還有我之前也聽到 原來珍珠其實是一些車胎的物料 蛤? 你試試搜尋一下 即是吃車胎的波就可以大一點 不是...我現在不是說 去到你的車裡不斷來喝車胎的波 但那些應該是素化劑 是啊...沒有出來 所以幾年前香港盛行喝珍珠奶茶 就有很多新聞 說台灣那些日喝三杯珍珠奶茶 之後不見了一個人 蛤? 蛤? 所以女性身材好一點 但是男性就會有另一個懷主 這裡就是... 就是那條青大石間 一直出海的位置 接下來這裡對面呢 這條橋我們不會過對面 因為對面就是... 堆田區範圍 哦明白 我們就不會進去堆田區 堆田區就是堆屎的那些嗎? 垃圾 垃圾 就是我不是垃圾 我只是試試 所以剛才你說很喜歡那種味道 哈哈 好 那我們就在這裡繼續往上游行 好 那我們就出來這個... 石間啊 對啦 這一條就是青大石間 對面就是堆田區 我想介紹我的朋友給你認識 叫Sam 那他呢...因為... 其實這裡是不讓人進去的 他...他保持住在這裡 假裝有個人 對啦 這裡是監禁 他是阻嚇那些人 不小心就突然直衝衝進去裡面 好啦 那我們剛才在小巴總站士多位置 大概走了25分鐘左右的村路 來到現在這個堆田區的馬路入口 來到這裡 其實有些人就會在下面 這邊就直接開始間水而行的 不過呢 剛才看過了就... 好像沒什麼脆味了 那有另一個option的 就是呢 在這裡就繼續沿著這個... 小路啦 稍為向上游方向下 記住這條路旁邊有阿Sam就可以了 是啊 那走多一會兒 我們才會落到石間的位置 很漂亮的這個曲子 是啊 是啊 好啦 那我們走過一段小路之外 到這裡開始 前面就是私人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還要轉下去 一下去就應該是石間的位置了 現在這個情況挺有趣的 好野外 是啊 下游這裡就比較多沙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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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不濕密了 在現在這個街震的防水道呢 是 啤啤 5分 是啊 因為在消費會的測試都說它是... 防水性能是良好的 我叫那些水豬在鞋子裡流過 是啊 好像它很有骨膠圓 是啊 好正啊 是啊 你看得出防水的程度是很高的 好像雞甲煮豬蟲 E一樣 是啊 對鞋子不要緊 最緊要是我們這隻脈是乾爽的 現在還是沒有感覺 是非常好 我只是感覺到我自己的汗 好啦 那我們開段就遮了一點水 來到這裡 我們就決定 在右邊 這裡上回去 上陸地 因為陸地那裡又有一條路 這裡就有一條很清晰的小徑 一直往上又移行的 因為我上網做功課都是 就是去到我龍潭之前的一段 其實都比較沉悶的 什麼手 對 4手 1 2 你們有沒有試過被魚仔咬你腳仔那些 對 是不是很好玩的 聽說可能有機會有月形肝炎 是嗎 因為它咬了上一手就咬你了 上一手有月形肝炎 不知道是什麼形肝炎 總之是一些傳染病 不是一件好事 走到這裡我們就稍微轉去石垣位置 在這裡 在這邊 你看到我的腳 OK 嘩 這裡的草地也挺有趣的 要減一下水 就是起步那一刻 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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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說很快乾了 我剛才不是中了 是的 它現在已經乾了 所以其實是 你對蜜乾了還是對鞋乾了 對蜜乾了 剛才進了 不知道它也有合理的透氣程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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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安隆沒事 可以 是 濕了 有很多鼓 你是踩的 我完全是窄戒 哈哈 欸 但我這邊沒有塞 是 緊緊 是有塞 好 那我其實就 在開拍Youtube的時候 開段早的大半年 我那雙都是穿鎖羅門的鞋 那我就作為這個 就是叫資深使用者代表 其實我就覺得一向 所羅門的行山鞋 都性能挺好的 挺平均 那又面對所有 不同的難度行的山都OK 那大恩你就算是一個 初用的上 初 初級使用者 即是你偶爾都用一下 又不是經常行山 對 都有一段 總之一跟你行的時候 就是那雙高筒的藍色所羅門鞋 那時候我一開始選擇所羅門的原因 是因為我發覺 因為很多女性的行山的鞋 都比較是 好像上了年紀的男士穿的那些類型 即是款式上 很多都是 但所羅門 它就是唯一的 它有一些拉 是很適合一些 想保持一些 愛美的 一些少女感的一個狀態 所以那時候就 很快已經決定了 尤其是那個顏色 就比較視尚一點 容易親衣 還有我很喜歡它防水 是 還有它行山 爪地的程度是真的很高 是 但可能就 走完石間一上水 那些石頭就有點失敗 一濕了水 一上來就 是 不過那個都已經好幾年前買了 今次就試試這雙新鞋 是不是都是有這個問題 或者一定是它已經改善了 改善了 剛才剛才我們一穿上腳的時候 下面的底部有一種木劇的感覺 就是硬身一點 但是那時候我們在試試看 好像穿木劇的感覺 那時候停車場一樣 是 但現在走的時候 它很快已經 所以大家一穿上去的時候 不要擔心木劇的感覺 因為它現在走著走著 它已經融化了我的 腳掌 你的腳掌適合就行了 我的感覺好像是拉斯維加斯 對 很外國 其實它覺得很漂亮 對 看一看它真的乾了 它不怕是趕水 它的距離度真的很高 你們去整個城堂 試試打折一點身吧 好一點 大家想不想看我做起露哀樂嗎 What 起 露 愛 落 為甚麼落是沒有表情呢 是因為剛才覺得真的很無聊 所以決定還是不做 我不是很忠於我自己 我是自由之役 沒有錄 經常在調查大腿 不是呀 我想幫觀眾拍攝被奔舟 繼續沿著石間河床的沙石地 我喜歡走這裏 因為以前看不懂得來打 所以我看得到青山的頂 對嗎 這裏就可以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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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其實是心理的關係 其實沒事的 你看我平時走都是在石頭上 我們不是你嘛 是 是 是 逼我說這句 一邊走 其實可以沒事的 你天生的人已經 你媽媽生你出來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平衡 我在石頭上爆出來 所以岩縮性比較高 這裏呢 通常我都是負責做一些無謂的事 對呀 因為剛才剛才 你看 我幾容易走著 你看 上水都沒事 開始墮上岩石了 所以不用我們在沙地阿拉伯前進 那裏就是水墓的設施人 對呀 那裏有個水閘 少休一下吧 在那裏 我們大概走了一個小時多一點 就已經看到前面有個水閘的位置 可不可以拍照嗎 大家可以坐在這裏 對呀 下次音樂 請悟 這裡真的很不像香港 是啊 整段都不太像 如果家庭朋友想走一些不像香港的山 這個是其中一個首選 看到這裡的感覺建築都不像香港 我們沿著這個青大石界大概走了一個小時 來到這裡比較多岩石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個水閘的位置 這裡挺特別的 香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水閘是一個V形狀的形狀 這裡開始看到一些小瀑布 比較洶湧的河溪 這裡拍照也挺適合的 這裡拍照也挺適合的 離開 這裡拍照也很滿足 是個的信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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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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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